大家都知道自18年3月22日 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以来 美国其实是不限于在贸易问题上挡我们 因为贸易战主要就是对中国产品征税 附带奖就是大家都注意到WTO裁决 特朗普对2000亿中国户物征税是非法的 这个说明就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 特朗普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虽然我们知道没什么作用 WTO特朗普根本就不尊重 他这个裁决没什么意义 就实质意义 但是道义上还是重要的 好那么从18年3月22日 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 间接间间间 美国实际上发起的是对华混合战 为什么说它混合战呢 因为我以前也讲过 就是美国实际上在过去两年半 打了十几张牌 贸易是第一张牌 就是对中国产品征税 接着就是科技战 科技牌 我是把科技牌排第二的 科技牌就包括打中国的高科技公司 包括这个华为 中兴 海康威视 科大讯飞 大疆国际 然后第二批打的是 那个互联网企业 包括那个 就字节跳动下面的这个TikTok 包括这个腾讯下面的微信 然后它点了名呢是阿里巴巴 这个就是蚂蚁金服啊 这个支付宝啊这些东西 所以呢 这个科技战我排第二 当然科技战一个是打中国的企业啊 高科技企业 这个重要的这个芯片生产企业 还有互联网公司 还有就是这个 就是中段 中美科技线的这个来往 那么第三张牌呢 我记得我是排的是金融牌 就是美国各个部委 不是把300多家中国的 企业啊大学 列为这个监视的实体嘛 然后就切断 与这些机构的金融联系啊 这里面大部分是国有企业 而且往往是跟军队有点关系 这个呢 那到问题不是很难 因为只要跟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权挂里边 他都给你那个 那个列在这个里边 这个限制已经很久了 比较新鲜的 这不大学路里边去了 那个 然后第四张牌就是司法 抓孟晚舟 抓那个叫 参加中国那个 叫千人计划的科学家 然后第五张牌就是舆论战 后面我记得要讲的 都是几个涉及中国主权的牌 台湾 香港 新疆 西藏 南海东海 对吧 然后十二张牌是这个印太战略 十三张牌是一带一路捣乱 搅局一带一路 十四张牌呢 就是WTO里边 他搞这个美欧日 零关税同盟 对吧 十五张牌是指的那个 叫军备控制谈判牌 对吧 这是他 我列举过的 那么其中科技牌是排第二的 那么他盯住中心就是属于科技战的一个内容 盯住中心呢 不准意义上讲 又跟那个他打华为又关 大家都知道华为呢 芯片设计不错 是吧 海狮啊 麒麟啊 设计很好 但是确实他自己是不加工的 加工得找别人 那么美国现在就限制这个加工企业承包它的订单吧 中心国际呢 至少在大陆 现在是表现比较好的 是吧 它跟那个台积电比较差一些 跟那个三星比较差一些 但是在大陆是表现比较好的 所以也被盯上了 这个 然后现在事实上呢 确实给华为也造成了困难 大家都知道915以后 华为呢 就是确实拿不到新的好的芯片了 它在用那个存量 用库存 那库存 如果用完了就非常困难 所以打中心呢 是一个打华为的一环 也是中美科技战的一环 然后 至于说 下一步呢 根据就是特朗普先生和他的高官的说法呢 他们大概这样的 他先打的是 跟5G啊 跟中国技术进步 直接相关的高科技公司 华为是代表的 中心也是 打加国际什么的 第二步是打互联网公司 第三步呢 有可能打 中概股公司 只要你在华尔街上市 我就打你 当然 因为 11月3号选举了嘛 也可能选举完了 这个老乡要走了 走了也就没事了 这个 他们假设他继续连任的话 他可能还 还就是 后面还会有牺牲品 现在等于有两类牺牲品 对吧 以后可能还会有 但是这样的 从战略角度来讲 美国这一系列动作吧 短期 让中国很难受 但是长期的 可能对中国 不一定是个坏事 是吧 因为 原来中国的金银城 特别商界金银城 非常相信全球化 非常信任美国 基本上 就是按照国际分工啊 来来来做事 但是现在美国翻脸了 违反承诺了 对吧 这样就逼得中国走 自主创新之路 而中国呢 我觉得现在 这个产业上来了 科技势力上来了 市场又很大 只要我们这里 有共识下了决心 投入相应的资源 我觉得啊 这个我们的科技进步啊 会很快 所以能不能这么说 战术上 美国这一系列动作 包括可能打我们中心 会让我们很难受 在战术上啊 很难受 战略上呢 可能会逼着中国 走自主创新之路 反倒是 长期来讲 是个利好 对吧 这个 而且我的 我偏有信心一点啊 我跟很多学者 不太 不一样地方 就是偏有信心一点 我觉得是 给中国大概 比如五年时间 是吧 大部分问题 都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能不能这么说 战术上 美国的压力 让我们非常难受 也会付出很多代价 但是战略上呢 美国不可能遏制 中国的科技进步 对不对 只要我们 认真真正做事 这个 我们会有所成果 科技战 我觉得各个企业 它底线就是活着 就不要美国一打就整垮了 知道吧 像法国那个阿尔斯通 一打就卖给美国了 那个不行了 知道吧 所以对企业来讲 我觉得底线就是活着吧 对中国政府来讲呢 我觉得政府得适当的出手 你们家孩子被打了 你要无动于衷 这个不行了 是吧 这是政府失职嘛 所以政府必须出手 那么事实上 咱们中国政府也在出手 对不对 最近我看那个 美国不是要 强买强卖嘛 要收购TikTok 我们商务部又出了一个 新的规定 说你的这个算法不虚出口 对不对 这其实是帮那个TikTok 加强那个谈判地位的吧 对不对 然后好像那个商务部又 推出来 实体清单了 它的那个规则 还没有推出实体清单 它是规则出来了 看到没有 这个所以我们政府也在出手 这个所以 我觉得这样的 就是美国这一系列动作啊 坦率讲啊 从中国家来讲 是不合理的 是吧 然后它确实对我们 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这个但是呢 嗯 从长期来讲 可能是一种助力吧 这个逼着我们去创新 是个好事 那么眼前对企业来讲 就是活下去 可能你暂时放 原来雄心勃勃啊 是吧 要扩展多少 世界市场的比例 从五涨到什么 二十五 这个目标你先放弃 先活着 把这个五保住就行了啊 政府呢 现在要 一定要出手 帮助咱们企业活下来 让我们被打击的企业活着 当然